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从事了跟声乐 然后相关的一些培训老师的工作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呢 就是一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去展示自己 然后呢另外呢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求职一份就是跟音乐 或者是声乐相关的培训老师工作 谢谢大家 那每当颜值高的女生上来 我就很担心 待会儿又是一番纯享受着 疫情期间是不是也在家天天唱歌 对 因为跟妈妈两个人在家 因为我是湖北 湖北襄阳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是比较很艰辛 然后都不能出门了 就只能在家 那在家干点什么呢 那我是学唱歌的 然后妈妈又喜欢唱歌 然后刚好我家里有可以K歌的那种效果 然后就跟妈妈两个人一起唱唱歌 然后有的时候妈妈会问我一些 就是唱歌一些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去指导她 因为她没事的时候 就跟她们那群小姐妹 然后去KTV 然后她就会问我 女儿我今天唱什么歌好听 我哪个地方唱得好与不好 然后我就会去跟她去说 然后去交流 所以说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去促进母女之间的那种情感和交流 土老师她聊天不干 你这一个问题她可以一直在跟你聊 聊了好多 衍生了 你好不容易今天聊到一个 这个就聊天还挺舒服的 刚才那个女生就是聊一句 她半天才出来一个答案 这女生挺不聊天的 你这一路从湖北来北京 是哪天来的呀 我是4月10号 这一路来说实话有一点点艰辛 那么对于来北京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不能自主地去选择航班或者是列车 你必须得通过国家规定的指定的一个高铁 蒸的一趟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审核 然后填表 各种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慢慢地最后审核通过了 然后再确定你要来的时间 然后这一路上就是做好防护啊 眼罩啊口罩啊等等 然后包括你安检的时候 因为尤其是特别近北京的 特别特别严格 然后到了西站 然后又有专门的就是北京的工作人员 有专门的大巴车安排你 然后互送就到家门口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心里特别忐忑 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就是我到了就是居住的地方 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就特别热心 这一路上哎呀问我怎么样啊 然后问一下我的情况 对然后又一路地护送到我到 真是到家门口 然后会叮嘱我 我这14天要在家里怎么怎么样 然后会给我提供一些生活用品 去哪里去购买 这等等一系列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暖心 对 其实这个这次疫情当中 湖北的朋友确实是受苦了 但是审核的严格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双向 既为了保护 对的 既为了保护别人 是的 既然来了就好好地应聘吧 我觉得你这个表现也挺好的 只是我特别担心 这个你尽情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岗位啊 所以你也不是一定要做生涯培训 其他的也可以啊 比如写文化等等这些 对对 我是就是如果有觉得OK 可以去尝试的 我都可以愿意去尝试 但是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接触过 你要去新资多少 我之前的薪资大概也就在五千 五千到六千左右 对对对 没有特别特别高 因为我刚开 因为我是17年来的北京 真正真真真正正 参加工作的状态是在18年 对 所以说这期间呢 也有过兼职和全职 因为毕竟声乐培训老师嘛 就是可能不会像 在企业单位那种做班 那种召集晚五的那种方式去进行 对 好 第一轮选择 好 第一轮选择 还有五斩 谢谢老师 天生我有才 这个好期待他的环境 对吧 那我就献丑了 谢谢大家 天空透露着微光照亮虚无迷惘 在残缘飞水之处寻找卫影梦杀 古老的局势剩下守护身离时光 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着续方向 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 坚定着希望去闯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盛开在琥珀色月亮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穿越千年的石斑花 刻画着永恒的天堂 轻轻失去漫步全身的伤 我也不曾绝望 谢谢 真的好听 真的好听 被圈粉了 谢谢 工夫唱法里面 非你莫属 有史以来唱得最好 声音也很好听 谢谢 来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于敏红建议读大学去大城市 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就是 我不太赞同 我觉得是金子在哪里 它都可以 咛咛咛发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题 它有点特别的局限性 可能我自己个人观点 没有说一定有一个正确答案 赞同或者是不赞同 因为都是因人而异的 不一定说我在三四线城市 虽然没有说在一线城市的 机会那么多 但是考上了一个三四线 这个城市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大学 然后也是国家承认的 然后我又可以找到 在我自己的一个城市里面 去找到毕业之后 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 喜欢的工作 擅长的领域 那我也可以一言在这个地方 去可以发光去发热 那当然选择去大城市 那肯定会有更多的 机会去自我展示 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它的情商很高 其实它不极端地判断 好或者不好 您赞成这个观点吗 我其实是相对 倾向于这个观点 因为大城市有工作的机会 因为大学不光学习知识 还是会给你 扩展的人际交往 对的 去社会实践的 这个圈子和范围 对的 决定你未来的 接触的层次和范围 你回答得很好 谢谢 段老师 你不觉得他说话的时候 还是有点求周全 这个周全 有时候跟情商 还不完全是一个事 其实你刚才的表述里头 我觉得你到底最后是赞同 还是不赞同 我有点听糊涂了 因为你在段东老师讲之前 你说的是我不太赞同 但是到刚才段东老师讲完以后 你好像又说你是赞同的 你到底是赞同的 还是不赞同 我的意思就是 不赞同就是因为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对 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就是情商嘛 就他有点太周全 有时候比方说 以我跟自己的同事相处 我有时候会怕 同事说话的时候 太求周全 太求周全以后 你就得猜 就猜他背后的话 他一开始 不是那么求周全 但是因为第一环节 大家都很喜欢 他表现得相对完美 所以他就要更周全 志颖 就是培训老师 是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还是说 比方说抖音也好 B站也好 我不太 就是说喜欢直播的这个 就是我真正的去 把直播当成一个职业 去工作的 当然培训 只是说我前期的一个 初步的规划 因为我以后 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会说 就是永远的 就是往这一个方向去走 那如果在未来的插口 有更多的去选择 然后又可以 对我个人的这个 发展有更好的话 那我肯定 那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为什么抵触直播呢 在座好多 也不是 也不是抵触直播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不太喜欢直播 因为我自己做过 然后不太会聊 其实专业类的音乐院校的人 内心对于直播都排挤 这就毋庸置疑 是这样的 这就不用去明说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呢 职业是多样化的 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 大家最后都是要吃饭的 好不好 好的 来 请陈老师 进行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画的画呢 我们说堪称完美 我们说画海的人 心胸是广阔 并且是包容的 尤其作为投射心理学 无论是鱼 太阳 还是天上的海鸥 都给我们所有的人 带来了一片升级 一片快乐 所以说我们说 这幅画堪称完美 也说明我们的选手呢 心理状态 非常的积极 乐观 善于包容身边所有的人 好的 来 我们第二轮选择去回 好 抱歉 9点分钟 好 好 谢谢你 不容易从武汉过来 但是还好展现了自己 就看看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 你能不能找到自己 清晰的智商方向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